同学们 今天介绍一下 温病调变 这部书 大家都知道 温病调变 是温病学的极大成之作 它理法方要 系统完整 可以说是 学习温病学 研究温病学 以及临床 必读之书 它和温热经纬不一样 温热经纬是记录了 前人的一些文献 加以暗语 那个体力 比较好了解 温病调变的体力 比较特殊 所以大家读这本书的时候 读它的条文不难 看正看方 都能理解 但是怎么能够把这一本书 前后贯穿起来 能够系统的掌握 而且了解吴吉通的学术思想 好多同学跟我反映 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反映 温病调变是一本好书 条文也不难懂 方济也很实用 就是读完了以后 没有一个清楚的思路 里边 三教 病名 六经 魏奇英学都有 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是怎么回事 初学者 难理解就在这部分 不是在条文上 今天我就着重给大家介绍介绍 他这本书的结构 以及 他的学术思想 怎么从这本书里面体现出来 首先说作者 吴唐 自配横 浩吉通 生于公元1758年 住于1836年 江苏怀印人 但是他后来到北京 吴吉通为什么写这本书 首先从他学艺开始 为什么学艺 他在年轻的时候 早年 是学儒家著作 是走科举道路的 在他19岁的时候 他父亲病了一年多 不治而亡 这个对他刺激非常大 他说 父病不知一 尚父何言立于天地间 他觉得 非常的悲痛 就在守仓期间 开始读医书 这个过程呢 有四年 读了四年 到了第四年 他的侄子 要巧败 又得了文病 开始呢 是猴壁 外科就给吹冰棚伞 就毙了 猴壁 当时请了一些医生 给治疗 也是双截伞 人参败毒伞 这一类的方计 最后呢 发狂而死 吴俊通觉得 这个治法是不对 但是究竟应该怎么治 他自己也不明白 又过了三年 他就来到北京 这时候呢 就是19岁 加7年了 26岁 来到北京 在简教四库全书的过程中 他就发现了吴又可的文艺论 中医文病学的著作 收入四库全书的只有一部文艺论 因为在四库全书以前 文病学的专注 只有这一部 没有别的书啊 所以只有这部书收进去了 他看到了 他看到以后觉得非常好 他认为吴又可呀 议论鸿扩 时有发前人所未发 所以专心学不严 就深入地对他进行专业 但是看来看去啊 细查其法 亦不免支离搏杂 你看着挺乱 他最后评价说 大抵功过两步相演 有功有过 为什么呢 该用心良苦 学术未经营 因为在吴又可那个时代 文病学术还处于 应该说呀 处于成长阶段 但是并没有形成 所以吴又可写出文艺论来 已经难能可贵 但是他并不全面 他觉得不行 他又变考进堂以来诸贤疑问 就从进到堂以后 历代一家的著作 详细的考证 学了很长时间 可以说是博览勋书 最后啊 他考之内经 参与心得 前面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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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参考了晋唐 一直到他这个时代 各家的著作 以内经为理论基础 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 写成了个命条本义书 这个书是1798年写成的 这个很明确 他在序里边说了 是1798年写成的 但是写成以后 这个书并没有刻板 在他手里拿了15年 因为什么呢 他自己没有把握 不自信 又怕别人不信 他一直没有敢公布 到1812年 他的朋友 同乡王思安 鼓励他 说你这个书啊 很实用 你用你这个书 治活了很多人 经验是很可贵的 不拿出去太可惜 应该把他公布于众 在实践中去检验 就这么个意思吧 所以鼓励他出版 王思安给他加了评注 他自己呢又经过修改 1813年 正式刻板 就是他在世的时候 这个书已经就出版了 叫问心堂 文定条片 所以这个版本就叫问心堂本 这个书问世以后 影响很大 风行大江南北 一直流传到今天 大家都认为 它是一个必读之书 为什么呢 它有根有据 就像征宝啊 在他的序里边 给他说得很清楚 近时乘于夜市 远追踪户中景 他说 近处的 同时代的 他取夜天室 根源找到内经 从内经一直往下 吸取了历代 有益的经验 加上他自己的 多年的临床时间体会 就这本书啊 很实用 前面咱们也给大家说过 这本书不是没有缺点 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书 它里边有一些缺点 但是总的来说 它是一部 文明学的极大成制作 它是一本实用 所以后世啊 对它就非常的推崇 他怎么能写成这本书 从时代背景上来看 到吴居通这个时代 经过历代一家的努力 从内经 难经 到商寒论 到唐代 孙思淼的先金方 王岛的外台密钥 到后世 历代诸家 都有所发挥 特别是到明清时期 经过吴又可 于家言 杨丽山 这些一家的努力 最主要的 叶田氏 林郑指南 问世 文热论的问世 这篇文章 对后世影响非常大 所以吴居通 在这些人的影响下 吸取了这么多宝贵的经验 如果没有前人的这些经验的积累 这些积淀 他不可能写上这本书 他写不出来 再加上当时应该说是太平盛世 因为清朝 康熙 雍正 乾隆 不叫康乾盛世吗 这是清朝的鼎盛时期 国内 太平 没有战争 民生稳定 生活呀 相对来说 好 文化发展的 比较繁荣 那是修四库全书吗 古今图书居成 四库全书 大不头的入作问世 要没有修四库全书 他也看不到微论呢 所以 他有一个 坚实的基础 前人给他奠定了基础 再加上 他自己 实践的经验 而且这个人非常刻苦 在实践中 他认真地钻研 所以 他这本书 是总结了 历代诸家的经验 加上他自己的体会 并不是他一个人 凭空 意造的 书 所以宝贵 就宝贵在他 祭司广义 所以说 他是积大成的文献 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咱们主要 介绍一下 他的体力 他这本书 结构 是怎么编排的 他这个编排呀 很特殊 首先 从篇章上来说 他分为六卷 六卷呢 实际上 应该说是七卷 卷首 卷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卷首 叫圆并片 圆并片呢 引了内经十九条 内经的十九条 有关文病的内容 他加以注释 圆文病之史 就是啊 文病的认识 是从内经开始的 这里边也涉及到 运气确实 这不是他的主要内容 他就引经十几条 加以注释 就说明文病是有来源的 来自于内经 经典著作里边就有 关键问题 核心在这儿 在卷一 卷二 卷三 卷一是上胶片 卷二 中胶片 卷三 下胶片 这三件 合起来 是三胶片 凡是文病 带上胶的 可以说就是上胶 文病 都在上胶片 凡是中胶的文病 都放在中胶片 下胶的文病 都放在下胶片 这里边 既有温热病 又有时热病 所有的内容 都在这里边了 这部分 真正是文病条片的内容 下边这几部分 它不都是讲文病的 大部分都不是 卷四 是杂说 收集了各种论文 就是他自己写的小论文 有的就是一两百字 没有很长的文章 小短文 卷五 结产男 结产男呢 专门讲产后病 产后的病的治疗和调护 卷六是解而难 而科病 斗疹啊 经风啊 这一类的病 也都是小的论文 不是系统论述 一小篇一小篇的 这个是十七篇 杂说十七 结产男十七 解而难二十四 一共是五十八篇 这部分可以说 不是文病条片的正文 它是附在后边了 你写一本书嘛 把这他的论文 都收集到里边 附在后边 真正的文病条片 是卷首和卷一 卷二卷三 他自己的主要内容 在这三卷 合起来这三卷 它是二百三十八法 就是二百三十八个条文 一百九十八个方计 方计比条文少 有的条文 有条无方 他有些是论述禁忌的 这一类的 后边没有方计 方计不少 这本书啊 整体结构 归难归难啊 这部内容就在目录上 全书 一共是分为六卷 再加上卷首 第二个特点 他叫调辩 为什么叫调辩 这本书仿照 张仲景商寒论的写法 以条文分证 每个证后列一条 有的重点证后 多列几条 比如说有一个 这个方计很重要 像白虎汤 这类重要的方计 它可以多列几条 有的小方 不太重要的 那么就是一条 讲过去 总归 它是用条文来分证 正下边是方 有方的就附在后边 因为以条文分证啊 很简谓 别人很容易记 就是使学者 便于记忆 但是也有个缺点 商行论是条文分证 很简谓 很容易背 但是后世 对他注解就多了 因为什么 条文不好理解 有的人不理解 他 他自己认为这条 他理解的很好 他就注上了 所以后世的各家 分分注视 注来注去的呢 就不是张仰伦的原貌 他吸取了这个教训 简谓 我让你好记 但是你别给我乱注 他自己自家分注 他叫做分注 每一条后头 加上分注 说的很阳性 这条讲的是什么什么意思 下时间分析 分析你可以不背 前边条文你背很方便 后边我自己有分析 分析里边 也有很多那种很精辟的 产发 条文 然后是方 分注下面有方记 方记后边还有方论 连方记也分析了 这后世 谁不跟咱家读解了 他自己都住好了 这是一个特点 再有个读他这个书 他自己说清楚了 往往啊 他这个条文 一降于前而略于后 降于后而略于前 前边我说过的内容 后边不再重复 后边要说的问题 前边不讲 点到为止 他为了避免重复 所以他这本书 很少有重复 但是呢 就有缺点了 后边要讲的东西 前面他点了一句 你不大好明白 看了后边 前面的可能忘了 也不大容易理解 所以前后 你要结合起来看 他特别提出来 要前后互联 因为他不重复 所以读他的书 看着后边 你再翻回前面来 这样才能全面理解 这是这么几个特点 最大的特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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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 最大的特点 初学者 不容易掌握的 就在这 他这本书 采用了 这么多内容 三教 并名 六经 卫星学 三种辩证 加上并名 这个体系 是非常的大 在一本书里头 利用了这么多东西 做框架 所以看起来纵横交错 就不好理解了 不好理解是在这 实际上呢 吴俊通的头脑非常清楚 他这个结构 非常的严谨 你读不懂的时候 越看越别扭 读懂了以后 豁然开朗 并不复杂 因为书里边他没交代 所以后试读起来就困难 他这结构 三教维刚是什么意思 他交代的很清楚 所谓三教维刚 是把温病 包括温热病和时热病 划分为 上教 中教 三教 三大类 上教 温病 有温热 有时热 中教 有温热 有时热 下教 有温热 有时热 总归都是温病 所以他所谓三教辩证 实际上是分了三类正后群 正后分类法 上教是一大类 中教是一大类 下教又是一大类 是三类正后群 把所有的温病 分成这么三大类 而且这三类之间 不是孤立存在的 上中下三教之间 存在着传变顺序 三教辩证啊 标志了这么两个问题 一方面 是把所有的温病 按照部位 病变部位 分成三类正后群 这三类正后 不是孤立存在的 他们互相之间 有个传变规律 这是三教的概念 具体来说 上教 肺 心包 和心的病殿 说心包 实际上就指的是心 中教 肥 胃 大肠 大肠按解剖部位 并不带中教 但是因为 它和胃的关系 非常密切 所以呢 把它和胃 放在一起了 都是阳明 下教 肝 肝 这可以看出来 凡是上教文病 都在这两大 或者说三大 中教文病 都在这三个档府 下教文病 在这两个档府 当然其他档府 它没写 你都包含在内了 可以说呀 三教辩证 是定位诊断 这么一个概念 先定位 我要找人 到大学来了 先进大学这个院 定位定在哪呢 就定在这个院里边 至于哪个房间 标志不了 因为它范围太广了 肺 肺还有微分 还有气分呢 就不好分了 但是它又采取别的方法了 所以首先 这个定位是大范围的 先大致定一下位 就在上教 至于说是在肺 是在心 还是在心包 是在皮 还是在胃 这个说明不了 只能说 就在隔膜以上 胸腔里面 这都同属上教 先大范围的定一下位 这是它的作用 那么具体到 究竟在哪一大 哪一幅 说明不了了 再用六经定位 它采取的是两步定位的方法 先画出上教来 然后再上教 再进一步 就用六经来定位 进了大学的院了 至于是在哪一层 哪个楼 哪个房间 用六经来做指导 上一脚 比如说 这不很清楚吗 现在把你领进院了 然后你不找人吗 像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就叫太阴文兵 进了这个房间 就是绝阴文兵 进了这个房间 就是少阴文兵 六经辩证 在这里边 是第二次定位 在三教基础上 在确切的定位 中教 太阴文兵 肯定就不是废了 是皮 阳明文兵 魏语长 下教 绝阴文兵 干 少阴文兵 三教里边 再加上六经 这两个 联合起来 两部定位 魏其应血 在这里边干什么 定位之后 比如说 上教太阴文兵 在废 那么究竟它是哪一个阶段 是表证还是理证 三教和六经能定位吗 位是定了 具体是哪一个阶段 标志不了了 因为废有位分症 有气分症 心 有盈分症 有血分症 心竹血属盈 它既包括盈分 又包括血分 这两个说明不了 只能定位 魏其应血 在这来 是用于 划分阶段 第一个阶段 位分症 太阴位分 第二个阶段 气分症 太阴气分 少阴盈分 少阴血分 定了位之后 再判定 它是在哪一个阶段 判定它的 浅身层次 太阴文病 有浅有身 魏分就浅 气分就深 起身的作用 六经 魏其应血 补充了三教 不足 光用一个三教 太笼统 它既能标志正后群 又能说明传遍规律 但是线条太粗 你下边呢 用它们两个 来细线条的再画 这回 你就整个都给圈住了 是吧 这么一地 大家看看 这回诊断明确不明确 上脚手 太阴 肺底 位分症 部位 阶段 都有了 这个结构啊 它是必然的 趋势 必然得这么用 因为单打哪一个 都说明不了问题 确实呢 他这么一弄 弄的人挺糊涂 糊涂在哪呢 不了解他们的作用 实际上把这作用 看清楚了 它并不复杂 病名在这 有什么作用 温病条片 上交篇 第一条就是 温病者 有风温 有温热 有温意 有温度 讲了九种 第一条就讲病名 什么意思 讲病名 让你明确 第一条 讲九种温病 下面分柱里边就注 什么叫风温 什么叫温热 什么叫温意 什么叫温毒 把这九种病名 给你讲一遍 目的是什么呢 让你明确 每种温病的概念 九种温病 既然有九个名 肯定它们之间有区别 每个温病 有什么特色 有什么特点 强调了它的个性 每个病种的个性 但是无疾通 并没有一个病 一个病的讲 风温初期怎么样 中期怎么样 后期怎么样 都没讲 真正的写入书里边 它以病名为木 三脚是钢 病名是木 钢是什么呢 就是那鱼网 那个网石 撒网的时候 拉这个石 一撒就撒出去了 想拉网 拉这个石就回来了 那是钢灵 是钢 木就是那网眼 钢举木章吗 木是网眼 它在这 怎么用这个木 并不是一个病种 一个病种的去讲 它是把几种病 联合起来讲 这个目录里边 大家可以看 上胶片 中胶片 下胶片 这三胶片的目录 风温 温热 温意 温度 东温 五个病一块儿讲 上中下三胶片 这头一个病种都是这五个 上胶片 底下 就是这五个 这叫一门 五个病为一门 然后 这五个底下就是 鼠温和腐蜀为一门 鼠温腐蜀在上胶片 它是分了两门 到中胶片 下胶片 这俩就合起来了 就变成一门了 为什么呢 鼠温和腐蜀 它是一个病 就是发病季节不同 它临床表现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 在上胶片 它给你分开了 中下胶片就合在一起了 而且 第一条里边 没有腐蜀这个名词 它把它看成 蜀温了 就是季节不同嘛 所以九种文明里边 没有这个 吴居通 文明条片讲的 实际上是十种文明 这是一门 再一门 诗温 诗文是一门 在这门里边有点特殊 把韩诗也列一门 为什么 韩诗不是文明 但是它和诗热相似 它都有诗啊 是为了相对证 护证 列韩诗是为了护证诗文 让你相比较 别闹混 韩诗虽然不是文明 三胶片里边都有韩诗 温诗为一门 温诗 只有上胶片有 到中下胶片就没了 因为它就是上胶症 所以上胶片有温诗 中下胶就没了 秋道为一门 冬文虽然发生在冬天 但是它和冯文表现全一样啊 现在咱们根本就不提这病名了 把冬文就放在冯文里边了 它这个是按照季节排的 春 夏 长夏 秋 这么排来的 秋冬发的附属 看出点门道了没有 这么排的目的是什么 它不是强调文明有九种吗 为什么 五个一块痒 这俩一块痒 道理很简单 把命名给你列出来 强调是个性 在这强调的是共性 为什么呢 风温 温热 它这个温热实际上说的是纯温 温义温毒 冬温 它们的特点 都是外感温热血系 是温血 没有诗 可以说 这一门 讲的都是 温热 温热性质的命 鼠温和腐鼠呢 就不一样了 鼠温 腐鼠为什么不合在这里单列出来 因为它们特殊 它有的是温热性质 有的是湿热性质 它有鼠热和鼠湿两类 凡是不加湿的 鼠热病都鼠温热类 鼠湿病 鼠温和湿纹 都鼠温热性质 温热 秋灶 它实际上 并没有一个病一个病去夹 为什么呢 一个病一个病去讲 它非重复不可 你说它俩有什么区别 凡是温热病 包括这个 初期没表证 入理之后表现都一样 大面积的重复 那书就没法写了 写出来没让看 所以它很聪明 这么写的目的 是分类 我用病名 我先给你讲清楚 风温怎么样 温热怎么样 鼠温怎么怎么样 把病都给你交代清楚了 个性讲清楚之后 不讲了 在三胶片里边 用的是共性分类 凡是温热病 给你列一门 鼠温服鼠 为什么单列出去呢 因为它既有鼠热 又有鼠湿 是两类 而且鼠热这个和他们也不一样 它热剩 单来一篇 然后按照温热食热这两类 把所有病都给你分开了 讲的时候 就不讲病名了 不讲个性了 完全就按照共性讲 下面三胶片就 上了就是为其允血 六经 就这概念了 凡是温热病 制法都一样 不管你是风文 是东文还是文艺 临床表现相同制法 就都一样 这样就非常的简单 可以说呀 它是游泊反越 先给你弄的面很广 铺开 把十个文明都给你铺开了 最后我一归拢 就是两类 指尖一番 临床非常好掌握 不管你什么病名 只要是温热病 来了 只要气氛症 气氛的蒸腾 之热 我就是白鼠肠 多好掌握 只要是一臂之热 都是黄粮黄金汤 不管风文春文 这组分类 非常科学 三胶片里边都是这么分 有点小差别 它这个 三胶为钢 并明为目 六经 未情血 变症 传插其中 看起来挺复杂 实际上一点透了 就这么回事 并不复杂 它分得非常清楚 三胶在上 比如说 上脚 这是一片 上脚片 一开片 底下就是这五个病 风文 温热 文艺 温毒 东温 底下开始 就是条文了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 第四 第五 几十条 就排下去了 每一条 就不讲病名了 就是正 正后头 就是方 这边有分柱 这边有方论 就是这么个形式 在正里边 就出来 六经 未情血的概念了 比如说上脚 风温温热 温义温毒 第一条 太阴文病 就告诉你 上脚守太阴肺的病变 底下跟你说 未分症 气分症 有的是写在条文里边 有的写在分柱里边 把微情血 就告诉你 这个结构 如果不讲 不下点 我反复地去琢磨 是不大好理解 实际上 点透了呢 就这么简单 并不浮了 并不浮了 下面咱们就具体说一说 三交篇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怎么体现的吴俊通的学术思想 上交篇 第一条 中间是风温文热 文艺温度冬温 五种病 第一条是讲九种文病 把病名交代清了 第二条 文病的传入途径 发生发展规律 讲什么呢 凡病文者始于上交再守太阴 第二条就这么一句话 凡是文病都从上交守太阴费开始 这句话有缺点 但你就全面理解吧 凡是外赶的 邪气都从上交 首先侵犯守太阴费 你要不吹毛求疵 不细口没有大问题 当然了 蜀温不是 春温也不是 福气文病不是 蜀温特殊也不是 那你就全面理解 别过于恪求 他就讲了 文病的发生发展规律 全面顺序 从第三条开始往下 就正式讲正和志 这篇里的讲了哪些内容 我就不引条文了 上交篇那条文 开篇写的不好 因为什么呢 他加了一个桂枝塔 这第一条 这个真正第一条 是从第三条开始 第三条开始讲病 讲的不好 他讲的好的 最精彩的是 中交篇第一条 和下交篇第一条 上交篇为什么写不好呢 因为他把桂枝塔 插进来了 说不圆 这条比较乱 咱们领会他这个精神 看他这个方证 上交篇讲了哪些呢 胃分证 银翘散 胃分证用银翘散 他说是新凉瓶剂 桂枝塔第一方 他在杂说里边 有一篇论文 一篇小短文 本论起银翘散论 他说明了 我这个文明条片 实际上是从银翘散开始 在正文里边 他是第二方 第一方是桂枝塔 这个咱们不说了 他后边说是假的 真正是从银翘散开始 第二个方是桑季 尽量清净 第三个方 新凉中计白虎堂 条文写的比较乱 但是我觉得 吴局通的思路非常清楚 胃分 气氛 这么看你就看明白了 上胶篇 风温温热 温义温毒中温 五种温热病 初期只要有表证的 开始都从胃分开始 用新凉平净银下散 以热为主 以磕为主的 但磕深不渗热 为磕热 新凉清净 桑季云咒之 这两类都是微粉症 为什么第三个方计 就是白虎堂 太阴味分不解 就传入气氛 纲目非常清楚 这是主线 白虎堂 讲了八条 而且讲了白虎四斤 什么样的 只要不能用 在白虎堂下一边 又讲了白虎家人参堂 白虎家人参堂在发展 又讲了生脉伞 太阴味分 传道太阴气氛 太阴气氛的时症 持续高热 耗气伤筋 向须发展 白虎堂 白虎家人参堂 这是向须托汪洋发展的 由气氛的时症 软入虚症 这是一大类 这回大家看清楚了没有 三脚为钢 病名为木 六丁辩症 胃清血辩症 乱不乱 一点都不乱 他脑子非常清楚 就是没有交代 你把书打开一看呢 你自己找不着 这是在太阴味分气氛的 叶天师不讲了吗 温学上寿 首先犯费 逆传心包吗 下边 接着就讲逆传 不管是味分 还是气氛 都可以逆传 入营分 入营分 他又讲了两个类型 一个类型 是热灼阴阴 再一个类型 热线心包 凌分症是两类 一类是无形热血 深入营分 消耗血中筋液 一种类型 既深入营分 消耗血中筋液 又有弹热在外边蒙蔽 两种类型 这个用 清油汤 这个类型 清宫汤 三宝 牛黄丸 紫血蛋 居房质宝蛋 这三宝 他都点到了 咱们讲了半天 味情血 方证都从哪来的 都从他的 温病条片 上交片哪来的 他就是这么一条线 这是入营分 营分症进一步发展 又可以入血分 血分症 出血 吸脚地黄汤 如果太阴温病 血从上溢 吸脚地黄汤 和银消散 咱们不都讲过吗 吸脚地黄汤 如果上面 口鼻出血 吸脚地黄汤 和银消散 都得上交片 胃 气 银 血 上交片都有 为什么 肺主气 属胃 这是肺的病 心 竹血 属 银 这边 可以这么说 这一类 是绍银 这一类 是绝银 手绝银心包 被蒙蔽了吗 这个热血 深入绍银心盈 这一类 心除血 出血和心有关 也是绍银文病 胃气 在肺 银血 在心和心包 太银文病 绍银文病 绍银文病 胃行血 都有了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由胃入营 或者是油气 入营的过程中 出现了 胃气 同病 胃盈同病 怎么办 银翘散 去豆豉 加细生地 单皮 大清液 被原身发 一边凉营 一边透热 透枕嘛 这是胃盈同病的 如果由气氛 传入营氛的过程中 出现 气营两番 怎么办 育女肩 去牛吸收地 加细生地 原身发 就加减 玉女肩呢 也在上胶片里边 如果说 由气氛 窜入血氛的过程中 出现了气血 两番 吐牛 发斑 怎么办 化斑汤 上胶片 主要的 刚领性的 是这些内容 胃 气 营 血 四个阶段 同时包括 胃气同病 胃盈同病 气营两番 这些内容都有了 当然还有一些次要内容 比如说 除了这个气氛症之外 热于胸隔 用直子使他 也在上胶片 胸隔在上胶啊 秋造病 造热犯肺 轻造旧肺糖 他用的瑜伽岩的方 但是他收入文明条片子 造气犯肺的 轻造旧肺糖 造气化火 上肝情窍的窍和汤 都在上胶片里边 那就一条一条的 不在这个主线里边了 就其他的病 凡是在上胶的 都写在这 上胶病 邪热已退 费筋损伤 啥是麦冬汤 雪梨浆 五支瘾 那些个善后调理脂肪 也都在那 上胶片 你看那么乱 那么多 你归纳归纳 除了这条主线之外 散带着其他一些个方针 那也属于 该是气氛 该是气氛 该是微氛 并不乱 下课 下课 这条主线之外 我已经分开了 很重 对它 这条主线之外 酸